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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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重點是覺得這樣可以獨斷獨行嗎 特首 我們是很珍惜香港的制度 因為制度一倒塌 就真的沒人事孤獨 永遠會覺得笑到來才算 說真的 我們現在在香港 我的啤梨頻道 我 Big Mark在賺錢 或各位網友繼續營生 有哪一個不是抱著僥倖之心 希望搞不到自己 怎會搞不到你 每一個都有份 搞到的意思不是一定要抓去坐牢 那樣東西 是你的生活條件下降 你的精神文明下降 你不開心 就已經是搞到你了 不要說身家 老實說 永遠是一個大的circle 你看到 頭半年就說千幾二千億赤字 勾地不要 免得出來沒有人買肉酸 地產發展商 刑警 百佳都說要收拾 即是有幾間 實在說要收拾 喂 好了 你的東西燒不到我們那一口 我問了整個禮拜 你有沒有想到整個禮拜 我真的想香港有什麼殺手間賺錢呢 真是想不到 現在 為什麼有這麼多醫療事故 你只是看看 好像 這些特區政府 經常玩這些數字 又踢爆你 你又不開心 喂 譬如 我不知道是確實數字 我們那些人說 喂 你有沒有這麼多抄牌 那有些人不開車 那些人就說 喂 你了 那你們開車就預算了 因為他不開車 但是 好了 個個既然是這樣 不開車 那些人不開車 只是那個汽車行業你都帶領我 你想想 你五十萬輛車 你說不是呀 我有很多車位 政府說 我六十萬輛車位 糟糕 你想想 那些人說 我咬咬 喂 你 最糟糕 你六十萬輛車位 你是擺一個人在全港九身界的 你旺角有多少車位 旺角的人要出來上班 有一萬輛車都出來 六十五千輛車位 是啊 你西貢屌有什麼八萬輛車位呢 難道我擺一輛車在西貢 然後搭的士出來 你旺角 你不是道理 所有事情就是這樣 語言藝術不會徹底面對問題 於是我們會有一些希望你給民主訴求 我們因為人民面向 政府面向人民 那就自然的市政會做得好些 而這件事是基本法 清清楚楚寫在這裏 是吧 所以昨天中聯辦的 老友說 你們自己搞一下 那些 是 那如果我們自己選一個特首出來 如果他搞到這樣 我真的沒有話可說 老老實實 最多我下屆換屁去吧 是這樣的 是吧 現在不是的 好了 這件事其實真的不是大新聞 是這樣的 即是說這一個 63歲退休男子 在Facebook上吹水 不過在個審案的其中 發現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說他在錄影上承認了 所以當時我在Facebook上寫 只不過是想發洩對林鄭的不滿 那他現在呢 在那個法庭裏面說 他為何要這樣說呢 是因為有一個叫林sir的警員 跟他說 喂 很多人都對林鄭不滿 很平常的 簽了就沒事了 於是他就聽那個警員說 為何呢 因為那個警員呢 在他拘捕他的過程裏面 突然跟他說 咦 你是不是 潘sir 潘老 他說 因為我以前呢 讀中學的時候 去過《進念十二面體》 他原來很出名 讀戲劇好像你教過我 那這個潘德樹呢 他真的在《進念十二面體》裡教過那些學生 於是他也開始有印象 對這個學生 說是 我教過你 於是他會覺得這個學生信得過 所以既然他這樣去propose 讓他這樣說呢 那他就照答 這個是法庭的argue 好了 答出了三件事 你問我看這段新聞的時候 第一 這個林同學 這個林sir 現在的警察 是不是有心去擺他呢 不一定的 因為為何呢 這宗案在2020年拘捕他的時候 真是小事到不得了 其實不是 在2022年 他在2020年寫這個post 也很多人 會這樣說的 他說 喂 你說 老實說 你說現在 你被告說 他不是對林鄭不滿 受多餘 這句說話 我不覺得 會造成什麼傷害 反而你說 因為我對林鄭不滿 所以在這裡吹水 跟同學 跟朋友 是很合理的 而他的學生也是這樣 他說 很平常 當然 你最好的做法 其實就是 他比較洩製 因為他想說的就是 因為這個學生 他相信他 就應付我 他這樣說 但其實最好的做法就是 我沒有話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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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跟他說 是啊 我對林鄭不滿 這個是我們判斷的事實 你不需要在你口裡說出來 因為這句說話 在法庭上 看怎樣演繹 怎樣去打這件事 但我想跟大家說 不要覺得這個林仔 一定是想動他 不一定 當然他有機會動他 因為畢竟 要你搞話 其實只是好男朋友 而且他們的手法是這樣的 對 手法是這樣的 或者他都未必是打算 搞不搞你 趕快收工 你說你 你寫吧 你是不滿的 這個就是原因 你盡量保持 對 對 或者不出聲 好了 為什麼呢 跟著去到律政司 他怎樣演繹 或是去到法庭 是另一件事 當然 你問我 我去到法庭都可以保持真物 但是 如果你說要爭辯 最好就是坦誠 那我真是開玩笑 我是對北門 對北門有沒有罪 對北門沒有罪 對北門沒有罪 開玩笑 這個是 一 第二 就是說 我們看看這個人 潘德雪 原來他 在這麼多年前 就已經是 做一個參與戲劇 參 沒有案底 在文化界裡 有一定 不要說 什麼 是曾經參選過 他嘗試跟楊雪瑩 組成文化 和參選文化界的特首選委 不過 因為他不支持 潛尼票選出的特首 這個呢 就顯示當時 對特區政府的一些做法 是不同意的 這個呢 第二點 就是 控方就將他 這個背景 跟楊雪瑩 參加過去抗衡制度 顯示對特區政府 有些私情不同意 控方拿這件事出來 是想做證他 說 那法官 對政府不同意 我有一時覺得很有趣 現在是不是對政府不同意 不想法 就是 我就是對政府不同意 於是 我跟別人 去合選一個 叫什麼 叫什麼 文化同行 希望去參與 這個特首選舉 抗衡 這個制度 是合情合理 兼合法的東西 他根本不是國含制度 他一進去這個 其實現在是建制 跟你是新冤友好 表達意見而已 好了 但是現在是控方拿出來 你看看 那時候已經是不想妥政府了 是真的不妥政府 原來不妥政府 不能想的 他不是參加選委 第一 隨時你可以不批 你去選贏才選 參加選委 是不是犯法 港式是不是犯法 政府不滿 是不是犯法 不同意見 你一看這些新聞 你的控方 或者那個官 或者那些人 他的那種態度 是多可怕 是不是 只要有不同意見 就犯法 這樣 全香港七百多萬人 大家都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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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來有很多 香港 有些不習慣這些朋友 不要說我們偉大祖國 就算在香港 我不管是藍絲黃絲 什麼絲 為什麼現在這個世界這麼亂 為什麼現在這樣 是因為 我們有七百萬人 有七百種不同的聲音 因為有互聯網 因為我們 不知道是進步還是什麼 我們重視我們是權利 甚至乎 我不說互聯網 以前有沒有二十四小前新聞直播 影響立法會 以前沒有 現在我們看到 我們知道 但是 都可以相關無事 是由什麼時候開始 這麼撕裂 就是你們 你們 給我們看到 你真是側向一邊 特區政府 我不管你什麼出身 好像昨天我們遇到一個奇人 奇男子 有沒有責任 去撫平我們 他就是變本加厲 好了 被告 他說 當時被捕的時候 他很害怕 因為一生未被警察拘捕過 突然間 一時間有這麼多警察進入他的住所 所以他當時 他當時 而且 加上警員 七一六八的口問 好像幾惡 所以他最終 向警察提供了電視裝置的密碼 第三件事 就是 我不說了 很長 好像幾惡 各位網友 我們說好警察不當警察 我很難同意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說話 因為只是指差一線 我在一個節目講過 問心一句 尤其是對一些罪犯 一些困惑仔 如果你覺得 真是好像 就是 我們 那些人權法寫得這麼企理 或者有些什麼 什麼 什麼 酷刑 可以 他們就自自然說出來 那你就太天真了 所以尤其是親人的手段 我是明白的 我明白 不斷我同意 但是 你如果讓我做警察 我都會這樣做 但是 你對著這些罪犯 一看這個案子 你不用好像很惡感 政治 這些是甚麼案子 胡假虎威 各位網友 此世靈人 這就是媒體 和制度的重要 當日 喂 我被控 什麼 電腦 可以叫我 不成實使用電腦 不成實使用電腦 其實是用這條罪來拘捕我 找不到 找不到 什麼罪 其實我寫了那段 我都去警察 我應該怎麼寫 我完全不覺得我會犯法 但是梁振英 所以梁振英 是我的親家 突然說出來 或是要這樣說 滅門 我也是很多警察 好想客氣 是不是他 咬著那個啤梨角 不是 因為那時候 制度還沒有散 沒有散 制度還沒有散 沒有散 有什麼好處 起碼是令到我這個涉嫌人 我沒有對這些警察有怨恨 因為他們要工作 警民撕裂就是這樣 社會撕裂就是這樣 一宗案 其實這些案子 是什麼來的呢 說真的 刪除了那個帖 真的 警司搞定 千保守的範圍 等於平時 查一些女生身分證 你是不是這麼囂張 你擺一個不知什麼 不夠藥款 你都是固滑仔 你不是說 蛇仔明過來 喂 我都說得了 我都說得了 我幫你遲 搞靈生 會遲到雙個手上 怎麼樣 三點鐘在哪 啊 警察沒有說 你怎麼說 你知道的 要是一些固滑仔 但是 像你說的 查學生身分證 你不是說黑衣人 你不用這樣擲 所以轉過頭 你看到白衣人搭肩膝 好 另外 Lunch哥 和 還有一個退休女子 保安女子 被控在2020年8月一宗死因言述 在法院喚外辱罵和騷擾三明證 被控一個廟事法庭罪成 這宗2020年8月死因言述 言述是誰呢 這裏竟然不說 當然我們會知道 應該是陳彥霖的死因言述 當日陳彥霖媽媽是有出庭的 似乎當時的文情對媽媽很不滿 甚至有人質疑是否真是她 其實我現在都質疑 但我經常有一件事 很多可疑之處 但她真的不可能沒有親戚朋友 隔離輪舍出來說 是這樣的 但真的有得質疑 好了 她們在法庭門外 Lunch哥說她是醜蟹 另外 另一個被告 她後來當保安的楊女士 就說她是含糟糕的 好了 藐視法庭罪 我沒有甚麼要說的 因為你在那個法庭範圍 那時雖然在法庭外面 但還算是法庭範圍 那個官員說得很嚴重 你這樣去騷擾證人 以後誰敢再出來去做證 所以說很嚴重 其實在整件案件裏 要她起訴她或定她來罪 她沒有甚麼好爭辯 在這件事裏 我認為 但又是政治 要想這些東西 需要不需要 是吧 這些也是政治 喊喊罵喊 警告就算了 休息一會